好的 歡迎回來 約字節喔 那我們一樣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資訊喔 華航將陸續停飛喔 那時鐘部長表示喔 機師要將全部召回14天的檢疫喔 那我們看一下新聞的內容的部分 那因為華航機師跟家人的那個新增的個案呢 又往上增加了喔 確診個案的部分 那時鐘部長表示喔 華航機組員的那個清零計畫2.0 包括說 前艙的那個機組員喔 要全速召回檢疫之外呢 後艙的機組員喔曾經派飛比較遠的航幫 或者是說 有接觸 風險組 風險主機 組員的部分呢 都要全速檢疫14天喔 那如果有相關人員要進入那個社區也需要檢疫14天 那 起碼 採檢喔 陰性的部分才可以就是 確定他沒問題 那風險組跟那個安全組不得混飛喔 堪稱是所謂的最嚴格的標準 那裝人翔表示喔 14天之內只要沒有跟社區喔 接觸喔 仍然 能做派飛的動作而不是停飛喔 那其實 這2.0就剛才裡面有講到喔 那主要 其實他 其中不想講說喔 華航 佔了國內的24%跟25%的 那個運量 那其實 國內還是需要靠一些 呃 飛機的航運來去做那個 經濟貿易的網 但 要怎麼說 呃 為了怕 防疫的破口還是需要有一些相當的作為跟處置的部分 那 無論說華航到那個 諾富特岸呢 最近這個整個疫情的延燒喔 看起來是非常的那個嚴峻喔 台灣現在也面臨那個 很嚴重的那個考驗 那希望可以度過這個考驗 那也希望同時也 因為世界也祝福喔 那個 印度喔 可以導致喔 脫離那個疫情的那個 困擾 因為他好像 現在最近一天最高 染疫 40萬人喔 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速度 藍疫速度是相當的驚人 我覺得說 呃如果說 國際間真的有能力或者是有辦法的話呢 真的是要多送一點那個醫療物資過去 過去喔 或者是說要帶一點那個什麼 所謂的疫苗過去喔 因為最近有在討論說疫苗要不要就把專利給釋出喔 這個東西牽扯到太多的利益糾葛喔 所以 所以說我覺得 呃 是否 是否把專利釋出 這個東西還不能 我覺得短期間真的沒辦法 確明確的知道說 他會不會釋出 那就只能說 靠各國的協助跟幫忙來去幫印度度過這個難關 那話不多說我們今天就 進入影片主題喔 那進入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禮包嘛 總共有兩個 那第一組是 QAD MQJR KL 然後再講一次喔 QAD 然後 MQJRKL 看一下能獲得什麼呢 100塊 這個 這個比較喜歡 龍魂玉喔 其實 銅錢不錯啊 銅錢不錯 銅錢也是很缺 然後第二個是 JEE CLE YYQL JEE CLE YYQL 高級中 木令然後龍魂玉 跟50萬 這一次送的台都還不錯 好 這一次要跟大家談的是齁 令月世界非常傷心的事情 瞎回喔 月世界居然被 小小越戰 然後 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一直沒有 很認真的去調數喔 我的速度是 確實是很慢啊 應該來到 300 340等之後 速度會落在 至少要2000 或許要到 2600左右 才算正常 但是 目前我只有 2320 2320 那其實 我在龍魂這裡也都沒有 辦法去拿到 速度部分 然後 在 寶屋這裡 其實我後來發現 我覺得說 這個 這影片主題 除了說談一下速度之外 也順便談一下 呃 是不是要在前面就先洗爆 那個 那個 抗爆的問題 我覺得說 現在抗爆的那個 趴數太低喔 前面先洗出抗爆的那個 意義性也不太大 像現在月世界的話 張了的 抗爆 應該 也只有13%而已 真的是 不夠高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說前期可能 340等 或是說 更後面的時候 要不要洗抗爆 我覺得 除非說你有把握抗爆可以超過40% 50%喔 那我也不知道40% 50%夠不夠抗爆 那我覺得說起碼 我看得出來13%是不太夠的 那你倒不如把 呃 那些 抗爆的那個東西 洗掉然後洗成這個 洗成那個 速度然後或者是攻擊的部分 那 接下來月世界就思考說 嗯 怎麼說 我應該啦 先去調速 那我們最後準備來調速 我們先看一下影片好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輸好了 為什麼會輸 他520萬然後我580萬 看一下 超傻眼 差在說兩隻都有陸續啦 所以說變成說雙方的減速是沒有太大意義可言的 就一樣都減速了 那就看最原始的那個速度是多少了 然後你看他的 就表示他的鼠罐速度比有快 所以我被甩個兩下就死了 那我們等一下看能不能有機會報仇 有機會報仇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速度大概多少 他的鼠罐速度是2403 那就表示我 的那個張療速度一定要超過 2403 我們才有解 那我們來 小小的看一下 我要調2403的話 就表示 我也必須同時要把我們的那個 神旁童往上調 才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就思考 我們先把 章鳥的部分往上調 然後我想要先抽個寶物喔 把那個 看能不能抽到三星寶物 應該 一直都抽不到三星寶物 我現在要2個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 讓我中 直接 一口氣一起抽好了 拜託 來個三星 三星 三星兩個自選 三星 兩個自選 三星 喔 Shit 那 沒有的話 喔 我不知道那個 看一下我們用 寶物 如果說合成的話 是要幾個 要三個是不是 那我們用合成方式來看一下 那個數量夠不夠讓我們 把那個怒一套往上升好了 目前怒一套的話 二星 哇這個都是一星而已耶 有二星嗎 我沒有辦法 三個 這裡是有啊 是夠 但是就是要直接換 沒辦法 都抽不到 抽不到那個 三星 那我們看一下 比較需要洗的是什麼 這個應該都可以洗到速度的部分 是不是 速度可以洗到 然後 那我們找個 這個 正要爆擊是不是 我們找加爆擊的好了 爆擊的那個 喔這個 這裡有爆擊 那我們找 怒意兵書 然後把它看 我不知道 夠不夠 如果不夠也是 丟臉 我看一下怒意 使用 然後 怒意 兵書 怒意兵書 然後三個是不是 這樣的話應該可以合是不是 看一下喔 兵書兵書 惡心惡心 為什麼沒有看到惡心 應該有個惡心 有的在這裡 然後合成 怒意 怒意 喔一星就可以合 欸是我錯喔 等一下喔 失神了我 那我們該找惡心對不對 三個惡心 再合三星 喔夠耶 那我就可以合一個三星出來啦 然後這個 寶物之死也夠 寶物之魂也夠 隨機只能選擇 一個屬性 什麼鬼為什麼不能 為什麼 飛極品 這個應該是極品吧 是稀有啊 這我沒有看錯 錄藝套 對啦他是稀有啊 他又不是這個 應該是可以啦 合成 那我們選暴擊好了 好不好 可以選兩條屬性喔 暴擊跟速度囉 其實選也沒有用 因為等下還要洗 選個心酸而已 好好好 OKOK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們就來洗 順便把它洗起來好了 然後給我們的 髒療穿 換一下 換一下 更換 然後三星 喔 攻擊永遠增加耶 那我們就來做洗電動作 這個洗衣寶物就請你又一直保持然後按到All Max就好了 前面一定不要鎖定屬性喔 我覺得 也不需要鎖定屬性啦 你就一直洗就好了 一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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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要很 洪花錢就是了 千萬不要花錢 花元寶把他給綁住喔 這樣是很浪費錢力 就讓他一直洗 一直洗 然後花錢去弄就好了 那你說 那我的洗驗室到底夠不夠 只要你每天去 那個 怎麼說 去商店買就好了 好慢喔 快點All Max 會不會運氣很好就直接騎到暴擊加速度了 我要暴擊加速度 RMS了我要治療 暴擊加速度 喔唷速度了 速度是加15 哇攻擊 加命中 他就開始洗練了 暴擊有然後不是 我要暴擊加速度暴擊加速度 速度攻擊 暴擊 暴擊加速度暴擊加速度暴擊 攻擊加速度4% 好算了我暫時先這樣子好了 攻擊力往上提升 那我們這樣攻擊力有33萬 打算了 暫時先這樣子好了然後這樣的條數的結果呢 是3336左右 那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再把那個 寶物喔 其實我二星也 要把它洗 也只能洗了 木翼 我想把它合成 這個把它卸下 然後把它合成 再合成一個三星給我們的那個 再合一個三星出來給我們的那個好了 然後這是什麼 看一下 冰法 攻擊趴速 速度 好那我們就洗虎符好了來個虎符 再把虎符伸上去好了 怒意然後吹到滿 然後把張療這個卸下 雖然我覺得這樣有點浪費錢 惡心 讓我思考一下喔這樣直接吃掉好像有點浪費錢是不是 太惡心 惡心那我們就直接吃掉了我覺得 我們能升 升級是比較重要的 卸下 然後 寶物是不是 怒意一套 惡心惡心惡心 一二三 然後隨機選就好了 好合成 耶那我有第2個 第2套 第2個三星了 好我們就要繼續把他洗鍊了 其實這樣也比較好耶 他有留下來耶 這樣我錯了 剛才就把他直接吃掉 這樣我就不用前面洗這麼多了 這個也是個方法你前面洗滿的惡心啊其實把一隻惡 一個惡心啊然後丟進去裡面 做合成比較好喔 意外發現是這樣子耶 還是大家都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弟是合成寶物的 速度速度 耶這是要調速度 不要輸給別人了我們速度要快喔 速度一定要快 速度加攻擊 我要 只有 覺得這攻擊實在太少了 他有什麼 速度 速度 至少要攻擊%我覺得比較好耶 我想要攻擊% 速度加攻擊% 速度 速度加攻擊% 速度 爆傷7% 攻擊%速度好 OK 那我們速度來到了2351 然後我們把 他培養起來好了 加一次是多少 4 加一次是6耶 好那我們可以點到滿 看一下喔不要超過 2447 2447 好可以我們可以把章鳥點 24 不要超過魔關就好不要超過魔關 我蠻想把章鳥升中名的我覺得 除了升中名之外應該是先把 等級的升上 升上去會比較好一點 好我們340喔2436了喔我們速度2436然後 這裡的話 為了怕章 那個 龐桶的速度太慢喔 我們就把他 我要差一點點了 我們先看這樣 行不行 贏他喔來 來個報仇一下 來報仇一下 是不是太小孩子氣了 我們看一下速度往上調之後呢 我們能不能 KO他喔 速度往上調之後 呃他人在哪裡 你在哪裡我要把你找出來 痛扁擊盾 證明我的速度贏你之後我就可以贏你了 好壞耶 這種實在是喔 小心眼 跟等級比你低的要計較 怎麼找不到人啊 他嚇到了 躲起來了 欸怎麼不見了 欸 欸他不見了耶 為什麼 他人不見了 是我眼瞎嗎 大安於仇海520萬對呀 大安於仇海 還是他 戰力不到100名所以 擠不進來 520萬 沒有耶為什麼 是這樣子嗎 大安於仇海 喔我可以去哪裡找他瀉恨了 他什麼萌的 很煩耶 怎麼這樣子 想瀉恨都不瀉不了 他是什麼萌的 喔 還點不了他 他是什麼萌的 欸欸欸 那那那那那 這樣我又不能再打他一次 煩耶 那我們從別的地方找找看好了 雷台排名 他說不定可以在這裡找到他喔 他其實應該在門前面的 大安於仇海 對對對對 哼哼找到你了齁 切磋 生氣 來看一下喔 我們速度贏他了喔 那我們會不會贏他呢 耶幹掉他的 幹掉他的那個 關羽了 整個人就是愉快你知道嗎 很壞耶 神防筒炸一下就掰了 嘿嘿 這好像是那麼 小七八拉的 看吧那排速是有多 多麼重要 所以有時候你的那個速度要再快一點 但是 但是也要吃到那個所有角色的buff喔 就是小橋buff要吃到然後 魔關羽的buff要吃到 屬豬的buff要吃到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報仇了喔 所以 月世界正式的把速度給往上提到 2436 我是覺得可以再提啊 看一下 我們把 我們把這個洗成速度好了 因為這樣的話我們 速度應該可以再往上提個20左右是不是 20的話就是 2456 等一下看一下喔 2447 那也不能比他快 2447 那我可以再提 變466 我們跟魔關差不多就好了 不要比魔關還要快 然後等之後 看來的話 這樣的話就是變成說 魔關要先升13星 然後我們的神龐桶可以 把他 呃 靠腰 神龐桶可以把這個敏捷給往上升 往上升 往上升之後呢 速度就會再快一點 那下一隻 這樣的話就表示我 下一隻13星一定是選擇 我們的魔關 往上升來去做調速動作 那調完速之後呢 我的神龐桶就可以去上那個 那個 終極敏捷的部分 然後再把速度給往上調 那 調了差不多之後呢 就看 之後應該是再升 神龐桶吧 這就是月世界暫時目前的打算 好 以上是 這一集針對於速度 調速的重要 然後分享給大家 你們再看一次喔那個 原本輸是怎麼輸的 然後他把鼠關羽擺在後面 然後我們一樣是用那個陸訊 一樣都是降速 其實他這裡的buff其實吃得很滿 有 那個 你看他是吃蠻buff在上 所以他也是算是會玩的喔 屬豬 說說有神豬 然後屬月音加上那個魔關 出手都會比他的那個 屬關羽還要來得快喔 那 吃蠻 所有buff的屬關羽 打起來就是妖獸痛喔 我們順便看一下他的那個 等一下 他的那個裝備好了 個人紀錄 然後剛還是贏的嘛 看一下他的那個裝備的部分 蒼狼笑天 大家也要記得蒼狼笑天的圖騰一定要先滿 因為有玩家在 都把所有的圖騰點到 點到那個 呃 第2階段然後第3階段就不肯上去 然後 平均的把所有的那個圖騰都升到 未滿40等 他可能20 應該30幾等吧 每滿40 左右就是金色的部分喔 這是非常不好的 圖騰升級的順序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就是 蒼狼笑天喔 第二當然是雲爆 那剩下的話就看你各自的抉擇喔 剩下的話 月世界會先升的 應該是 看一下喔 或許我會先升這隻 欸這個這個我已經升滿了然後第3個是先升 雄獅喔 把閃避跟康暴給往上提之後 給我們的屬豬鴿帶喔 然後第4個我應該會升這個 蒙狐 蒙狐咆哮 那因為 第5個 其實第5個那個圖騰我覺得還好沒有什麼太大作用喔 生命加受療的部分喔 最後應該要看的是最後那一個喔 看一下 這個看嗎 不行 那個江堅遠征這裡 然後圖騰這裡 最重要應該是龍之恩哲喔 龍之恩哲的話應該是 最後最後的時候 他會有治療暴擊跟治療部分喔 這個可以 其實這個還蠻適合給魔官穿的喔 給魔官穿的喔 那之後的話等拿到他之後 我就會適合把先把他升滿 如果萬一 因為卡住沒辦法升滿的話 我應該那時候之前 在這之前應該會先把 蒙狐咆哮給升滿 那如果 那個 龍之恩哲沒辦法升滿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這個給 呃 算是 重置 重置之後給那個龍之恩哲先升級啊 然後這是 月世界覺得那個 胡騰應該先升級的順序的部分 順便跟大家做個介紹 呃 那 大概就 到這裡喔 我有講 我有看一下那個 鼠關的裝備嗎 很老喔 那個記憶就是不太好 除了 除了這樣的話他有上敏捷 出敏的部分 讓鼠關 的速度來到了2406 那 有上中級武力 然後霧連的部分喔 其實對於猛將來說的話呢 霧連是非常重要的 霧連 敏捷 霍甲 然後 必殺 這幾個一定要先有 之後呢 你再考慮其他東西喔 那他 其實正在用調的 隨便撐而已喔 高級致命是爆傷喔 他這蠻可惜他如果有一個致命的話 我覺得就是 避殺就不錯喔 不過 這有速度耶 可以把他整個速度往上做提升喔 他的那個 注意套 也有三星的部分喔 然後 撐的是攻擊喔 攻擊跟攻擊趴數喔 然後這裡是 抗暴跟 抗控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抗暴跟抗控在前半段的話呢 因為 數值真的不高 真的不高 所以我真的不建議大家 在前半段就先 充那個抗暴的部分喔 抗暴部分你在後期 再慢慢去做修正就好 因為前半段你如果 開始去遇到一些大佬 可能千萬的話 你在怎麼抗暴趴數不夠高的情況之下 你的抗暴 速度 數值那麼低的情況之下 是沒有什麼太大作用到 不如你速度比對方快一點 然後有機會收掉他 其中一隻會比較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今天這一集 一整集想要講的就是 速度的重要 唱一首歌你知道嗎 你對我多麼重要 就是速度的重要 沒有速度就是被幹掉喔 沒有速度就會被幹掉 好啦 那就 今天就 應該 應該是穩贏的啦 我們再看一次好了 我們再看一次喔 再切他一次喔 他會不會覺得很賤啊 看一下喔 再看一下喔 我們確定我們贏就好了好不好 這個就算報仇 然後下一集再來介紹一下 章了 跟屬關之間的恩怨情仇 除了說這個這個速度之外呢 到底章了怎麼克制 呃 那個 應該說屬關怎麼去克制章了的部分喔 我其實有在很多影片裡面看到 一些相關的一些 呃 數據喔然後我就把它儲存起來 到時候我們再看一下 以及月世界 好像我記得有一次有月戰到300多萬了然後我們再 到時候再來拍一集喔 如何月戰300 我記得要320萬左右 如何月戰320萬 再來當下一集 現在先 當個小小預告然後給大家一個小小驚喜 好沒問題喔我們絕對可以收掉他了這是速度的問題而已 那現在速度月世界速度就是 就是 2436然後大概調了快100的速度吧 是不是我有點忘了 23 2320就對了那調了100 將近100的速度 那 調的速度是由升級跟那個寶物的部分喔 那其實寶物還可以再往上調 然後 其實還有一個是聖氣的部分啦 但是現在還差了 差了一個聖氣之魂 也可以再往上做調十的動作但是現在 速度太快可能怕會 魔官會跟不上 所以說現在 就暫時不去 再暫時不去動速度部分 先卡在這裡 然後我們期待魔官升上13星之後呢 再來把整體的速度往上做調整 那以上是月世界 想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速度部分的重要 那如果喜歡影片 歡迎在右下方 幫我按起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影片第一手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